Leo聊世紀 天天中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薩拉森人對上伯伯仁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出生點位12點鐘方向的薩拉森人 這位玩家是TAG Z40 TAG是我們團隊的職業戰隊 先來看一下薩拉森的文明特性 文明特性是他沒有LUP的經濟加成 但是他的刺激很便宜 交易手續費也很OK 最重要的是薩拉森人他的科技線是非常全面的 要什麼有什麼 你能想到的大家大部分都有 薩拉森人他最大的問題是 他沒有騎士的升級跟槍兵的升級而已 他的布弓兵射箭主又非常痛 整體來說薩拉森人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問題就是要如何守住自己的金礦區 有黃金薩拉森人就可以打得非常好 那經濟好一點的話也會比較適合一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薩薩人MBL的文明特性 薩薩人的文明特性是移動速度 聰明的移動速度有所加成 那薩薩人的移動速度是還蠻不錯的一個效果 讓他經濟一直都很不錯 那後期薩薩的駱駝會自動回血 而且他的駱駝工兵是一個蒙古突擊是一樣的存在 傷害都是來到12點的馬攻單位 而且他的駱駝工兵還會自動回血的關係 所以生存能力也是非常高 所以薩薩人後期還可以選擇打馬舊科技的駱駝 而且他馬舊是有八折優惠 所以不管你是要出大洛馬、重裝騎士或是重裝駱駝 都是八折非常舒服 整體來說薩薩人的弱點並不是很明顯 甚至我是覺得他是成功於蒙古的存在的文明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地圖 那現在地圖方面看起來黃金礦的位置 是比較微妙的 一個在右邊 但這個黃金礦是有點偏右側 而且是在高地的下方處 不好守 因為這裡要圍架的話 只能圍這種石牆 不能蓋TC 所以防守來說會比較困難一點 那黃金的位置 我們來看一下左邊的位置也是同個問題 也是不能開TC 這裡都是斜坡 哇這個斜坡讓MBL可能會很難受 只有竹精很舒服跟果子 哇果然這個果子跟黃金在舒服的地方 其他東西都很不舒服 現在世界帝國的地圖看起來都是這樣子 好那來看一下Z40 Z40是我們台灣頂尖的選手 那來看一下Z40這邊的果子位置 在前方黃金也是 哇這個前起的防守 要很難守了 除非能這樣子大圍圍起來 就沒什麼問題 問題是大圍要怎麼防守起來 是個問題啊 那這邊也要這樣圍過來才行 不管怎麼圍他都要非常個大圍才圍得比較好 不然就要只能小圍了 小圍的部分就只能這樣子圍圍過來 跟魔防洗手 但是金子會一流在外面 但還好後面也快要附金 所以這邊再這樣子圍的話 就沒什麼問題了 直接圍一個 這樣子圍就差不多 好 Z40這邊準備升到了封建時代 封建時代一下去 點下了織布技術跟一級伐木 MBL則是也點下了一級伐木 Z40偷了一個織布 點下了一農櫻木 好 MBL這邊補了馬舅 馬舅點下去了 好這邊看一下 打退一下 點下了一級農田 MBL這裡一級農點了 很早 薄薄人在這個時間點 優勢並不是很明顯 封建時代大家都差不多 你爛我也爛 大家不用分那麼細 薩拉森也是 在這個時間點 比較有用的東西就是弓兵 但是Z40這邊是沒有走弓兵路線 黃金在後面沒有挖 可能這邊也在思考 要不要直接上城堡時代 直接打駱駝或是打奴隸兵 都是很適合的 但如果一旦打了奴隸兵 那薄薄人勢必一定會轉出駱駝 整體來說大聲人 Z40這邊走不弓兵的路線 是比較能夠克制薄薄人的弱弓路線 那如果對方是走奇迷路線的話 駱駝跟努力兵 可能還是要找個機會出一下會比較好 整體的大局關來說應該是這樣子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現在兩邊這一波交戰 哎呀這個交戰好像有點炸力啊 哈哈哈哈 哎呀哎呀怎麼死光啦 這個Z40為了扎這一村 全部的肉碼都送光 好送光之後趕快回家了 這個有送 就有點尷尬 好居然送掉了自己的所有兵力 那現在趕快回家才是重點 好上面應該來得及防守 看到肉碼溜進來了 所以應該不用擔心上面圍不起來 但是這裡村民可能會被抓掉 本來挖金礦但是被抓死 NBL直接制裁了Z40 前期直接偷村民的致命問題 你敢直接偷光 那我的肉碼就會有優勢 我的肉碼有優勢 我就敢直接衝進來 騷擾你家裡 Z40現在有點尷尬 雖然剛剛抓了一村很爽 但是自己也被抓了一村 而且現在還沒什麼軍事 但這個圍差一點就可以圍好 很可惜Z40沒有把對方給圍起來 NBL這一波打得算是很不錯 直接讓他溜進來變得很難受 好上面再蓋四級 現在槍兵有點多 這裡趕快稍微回頭打一下 Z40點下城堡賽 兩邊是差不多時間點下 Z40賣了500的木頭 換了455塊黃金 可以看到這個價格 這個差不多快要是1比1的價格 薩拉森的買賣就是這麼的舒服 買賣一流 直接買上去 那現在Z40現在是要轉馬嗎 還是要轉工兵呢 現在我還看不出來 應該是想要轉馬吧 那如果要轉馬的話 這裡應該是要先趕快點品種 但是沒有點品種 可能是想要先開TC的路線 下面這裡才在偵查當中 看一下NBL的地圖 地形看起來還可以 這裡又開了TC 城市中心 先按了一隻騎士 兩隻 按兩隻騎士 先把詐儀的肉碼解決掉 果然是先開TC的路線 這裡點掉再抓一村 Z40大意了 沒有抱船 如果這個村民有抱船 可能還可以拿掉兩隻肉碼 好NBL用最後的這三隻肉碼 丟到了極限 好拉了一隻駱駝去追 好 那人就快要追死了 好搞定 好D40點下了 跟蹤技術 跟蹤技術也補了 但是波波人 果不其然是走了駱駝路線 那走駱駝路線的話 薩拉森人在這個時間點 優勢的話是有這個 算是血量加成 可以看到血量是125滴血 其實不點品種 血量就已經優勢了 所以真的D40要克制對方駱駝 也不一定要左轟兵 可以直接走這個 駱駝鴨制 血量是很優勢的 好那就一開始可以走個 駱駝配肉馬生女 的這個路線 會比較適合走這個3TC 聖物搶 搶聖物的這個路線 欸欸欸 這邊怎麼直接開4TC了 哇這個有點狠 好兩邊都是走一個 減聖物的一個方向 所以應該前期不會有太多的打鬥出現 好這裡生女要小心 好這裡趕快拉走 好右側的聖物 剪掉 肉馬上去追 彈死 這一波 D40小賺 OK 生物撿回去 肉馬在這邊站崗 欸 看到這隻肉馬了 但是沒看到生女回頭一槍戳死 尷尬 欸駱駝跟上來 但是來不及 好 D40這邊肉馬配生女 還有這個駱駝 生女保衛 聖物保衛戰 打得還蠻不錯的 撿到兩顆聖物了 直接把阿拉伯當成競技場再打 OK 現在這一波D40是小賺一點 但是伯伯仁已經拿到了3聖物了 MBL現在是領先聖物的狀態 好 那伯伯仁馬上就點下了手推車 把經濟直接搞到一個最好 兩邊沒意外的話 帝王打架一定會遇到的 那薩拉森人這邊遇到駱駝公兵 可能還是要斬出強怒阿 畢竟伯伯仁不太可能從頭到尾都只打駱駝路線 畢竟單走駱駝路線 他是沒有太大的優勢阿 那Z40這裡遇到對方走駱駝路線的話 自己也不能走奴隸兵阿 奴隸兵打駱駝沒有增傷的效果 而且駱駝打自己的奴隸兵很痛阿 這一種奴隸兵通常是劣勢的 甚至也打不贏駱駝公兵阿 所以這裡奴隸兵是絕對不能在這一場比賽出的 那兩邊生旅數量有點多 還是Z40想要走生旅路線呢 薩拉森的生旅路線很猛喔 全滿的之外還有這個伊斯蘭醫院 可以讓生旅獲得範圍補血的效果 所以Z40也可以考慮走這個生旅路線 這是滿有趣的 但是聖路線一直以來都是很好操作 而且一旦失誤 基本上這一把就可以投了 好這邊MBL稍微磨一下這裡牆壁 但是要打進去應該就是很困難的狀態 好MBL居然還點下了贖罪思想 好這邊招翔 贖罪思想現在還沒有辦法 招翔對方生旅 但是Z40生旅也沒有一直在按 稍微補了一些數量 點下了生旅科技嗎 前程 陳勝思想 剛剛點陳勝思想還以為真的要打生旅戰 打生旅戰就有看頭了 觀賞性很好 但是操作性很痛苦 生旅就是這樣的單位 好生旅這邊看到了 來招一下 好這邊 你的生旅就是我的生旅 我有宗教狂樂 你沒有 所以我追得到你的生旅 OK上面的生旅直接叛變 下面的駱駝也直接拿到 這裡再繼續 居然沒有收進去 Z40這裡有點尷尬 生旅就還是跑掉 但這頭駱駝也稍微給到一點壓力 抓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Z40這波抓村抓得很好 好但是果不其然 你出駱駝我就轉駱駝公兵 駱駝公兵開始慢慢輸出了 但是駱駝貼上去有點痛 可以看到 現在駱駝血量是145滴血 點完重裝駱駝 血量就高打170點 非常可怕的血量 跟遊俠沒什麼兩樣了 重點是升級還很快 這個比遊俠快多了吧 好馬上就升級到了170 哇這個時間點就有170點的騎兵單位 炸身之力 OP 好這次博物人有價格上的優勢 好這邊先點下了精銳駱駝公兵 這一坨想要直接硬上 因為我知道你的主力在我家 所以這一坨我一定要開打 一定要這些駱駝賺到一些村民才行 先把你的經濟打差 好那隻駱駝公兵有點閃閃來遲了 雖然點下了精銳駱駝公兵 但是還差個10秒 好這坨駱駝最後是高歌離席 咦?沒事 直接走掉了 一直在叫 高歌離席走掉了 然後現在這一坨 博博人的駱駝公兵 還沒有辦法正面跟對方駱駝硬扛 只能稍微走個插邊球 偷偷射射一下 這一波受射讓他有點難受 好正中駱駝已經點下了 二級馬卡也點了 這一波 換成MBL再次痛苦 但是Z40這一波駱駝送的有點快 好點下來伊斯蘭一約學月 哇算了生旅科技 來個範圍補血吧 看這坨駱駝還沒有打算回家嗎 還是已經難以逃離了 好我覺得MBL這一波有點太硬要追了吧 是我就不追了 趕快去正面給對方壓力才行啊 不然就拉一些駱駝就去追就行 這個一直追美伊伊亞 哇MBL的兵正在散步啊 逛起來了 他想要欣賞這個阿拉伯之美 阿拉伯旅遊之旅 還在繞 他沒有看到已經走上去了 吐了 D40這一波秀得很好 把MBL殺的團團戰 好但是又走回來 這一波招翔可能會招到兩三隻 但是上面的駱駝又打爆了MBL的村民 這一波駱駝駝打得很好 駱駝大軍直接A了過來 不管了直接硬吃了 我的血量駱駝就是比較猛 170滴血我看你要射多久 D40表示 駱駝這東西A就完事了 尤其我又是薩拉森人 血量更多 你的駱駝只有140滴血 整整多了你30滴 怎麼輸 好DC的心態應該可能是這樣子 好隱私物定 再加上這裡有範圍補血的薩拉森人 這個森駝血量拉得很快啊 看到這個血量有沒有 哇 直接把他當成RPG再玩 前方有森駝 後方有森駝在奶 前方有戰士在彈 MBL這一波應該會被打穿 駱駝雖量實在太龐大 但是還好這裡有兩根城堡座移血防 位置還不錯 好巨星球時機又架了起來了 好駱駝駝兵數量已經來到精銳版本 傷害已經也不錯 好開始有出現死傷了 但是駱駝駝兵不能被貼到 被貼到就會很難打 這邊一個高打D 直接把駱駝駝兵的數量打到一些 很恐怖很恐怖 這一坨駱駝真的是太猛了 好左邊現在有一個小打鬥 但不重要 這一邊才是比較猛烈的 這一波MBL 駱駝數量可能還要再出一些 甚至還要考慮要不要轉重裝長槍兵 佛伯仁本身呢他也是沒有槍兵的文明 那為什麼要轉重裝長槍兵呢 是因為駱駝的黃金量 雖然有折扣 但是駱駝駝兵數量穩定下來 還是需要多吃一點肉的 那兩邊互撞的話 那兩邊互撞的話 現在對於MBL來說 是比較劣勢的 好這裡範圍補血 又把駱駝的血量給拿起來了 伊斯蘭醫院 Z40這一波打的真的是太好了 好 好那這邊是決定繼續走駱駝 八折駱駝 過去還被招 又送了一坨駱駝給對手 自己吸引了駱駝大軍 NBL 只要保出這一坨弱弓 一隻poke 他的駱駝應該是有機會 好這一波又走了進來 直接上 不管就是跟你開打 這裡要稍微拉打一下才行 駱駝駝兵3很高 一發一隻駱駝 好繼續打 這一波打起來 MBL 駱駝好像贏了 Z40的駱駝數量有差 好像又沒贏 這一波會倒 Z40這一波打得很好 直接換掉了非常多的駱駝駝兵 但是正面上的傷害好像不太夠 黃金又來到了極限 繼續補駱駝 這一坨駝駝兵 還是解不掉 哇 駝駝兵真的是太強了 直接吃光這麼大量的駝駝 MBL 點下了三攻 三級的騎兵駝甲還沒有點 好 D40現在繼續補駱駝 黃金數量還是很穩定 波波人的八整駱駝 開始要拿到優勢了吧 此戰過後 MBL的城堡 只剩下一個 只剩下一個城堡 可以出駱駝駝兵 駝駝駝兵 現在是波波人的命脈 好 這坨肉馬 抓到了 挖金框的村民 小鑽 小鑽 上面這個 石礦弓 再爆彩石頭 結果正面又來一波打架 但是第四林這邊有高地優勢 這裡重新補下一根新的城堡 這個城堡能不能蓋起來很關鍵 第四林這一波沒有打算讓對方蓋起來的機會 哇 這一坨駝駝兵很難受 但是一定要走入駝駝兵的數量 這一坨駝駝駝兵只剩下20隻 正面的駝駝數量越越少 城堡蓋起來 把駝駝駝兵收到城堡的另一方 放出來繼續射擊 這一波 第四林的強攻 把波波人的駝駝兵打到了 只剩下20隻 不到 好 現在MBL也開始狂按駝駝駝了 駝駝駝兵現在 正面傷害會輸給NBA 輸給Z40 好 這邊巨頭過來 再拆 你再蓋一個 我就再拆一個 波波人的駝駝兵要保持住 好 但是Z40開始轉了一些肉馬過來 有傷害火炮打後面生駝 但是沒有打到開始走掉 但是駝駝數量好像開始輸了 因為正面的駝駝比較少 其實肉馬比較多 之後 生駝駝還是被砲擊掉了 這一波正面開打 雖然Z40有高地優勢 但是駝駝駝的傷害實在太高 Z40的正面駝駝大軍 好像要被反推回去了 這一波 Z40 糗了 前面開打 基本上配的都是肉馬 所以打輸了 NBA的駝駝大軍 還有馬 這個駝駝駝駝兵 好 這邊抓了幾隻村民小鑽 好 最關鍵的黃金礦 哇 兩人共享黃金 感情這麼好 四敵也是有 最近NBA樓也算是半個台灣人了嗎 好 那目前的狀況來說 NBA樓是現在 又補了一個TC 右邊的黃金塊挖完了 但是黃金的問題可能會有點難受 原地圖上的黃金 只剩下 1600塊了 那這個時間點就是要來拚買賣了 而且看到買賣價格很差 賣一堆食物只能換31塊黃金而已 好 這一波又開打了起來 洛托駝兵這邊沒有第一時間上高地 還是被摸到了一點血量 這一波駱駝又再過來再次吃54隻的駱駝大軍 這一次NBA樓可能會直接被拿下嗎 完蛋 寡不敵宗 沙拉真人 駱駝爆 歷斯林 打得非常好 又再次撵得過去 用經濟 撵死對手 好 沙拉真人這邊買賣流優勢太出現了 賣了一堆石頭 500石頭 515 換了800黃金 這就是沙拉真後期的買賣之力 非常難纏 黃金特別的多 好 那最關鍵的駱駝弓兵 數量已經難以成型 甚至沒有辦法打出很好的傷害 好 但是現在四處著火 右邊是肉馬在突襲當中 順便一堆駱駝繼續打 好 PC 也要被拆掉了嗎 G410 這個數量真的是亮大管寶啊 這一頓出寶 讓MBL吃得太飽了 現在MBL已經沒有太多的經濟 這個時間點 真的是要考慮要不要轉槍兵了 甚至要被對方的買賣流給耗死了嗎 因為黃金一旦出了一大堆駱駝之後 自己就沒有那麼多黃金可以出駱駝弓兵 而且剛剛還有一棟城堡重新建起來 也不是補後面 這一把應該是MBL最大的問題 城堡居然一直往前補 給D40有猜的機會 不得不說 D40這個戰術策略打得是非常好 這個策略單純 但是卻有效 好 洛瑪開始抓這些村民了 越大量的兵 MBL會越難受 基本上聖物也被打噴 本來只能靠聖物過火 現在生活也沒有辦法治理了嗎 三聖物要沒了 右邊的洛瑪也是砍得很開心 現在各地都在著火當中 這裏也是 聖物處下降的有點快 但是D40家裏的狀況也有一點類似 但是MBL的狀況是各嚴峻的 正面的壓力實在是很大 好 駱駝弓兵終於回到了22隻的數量 終於發現還是得靠駱駝弓兵了 好 這波打完 MBL還有黃金嗎 C40沒有黃金 但是還可以透過買賣 再換到一些價格優惠的黃金回來 好 這波 若瑪 好 射到了一些 好 駱駝弓兵 好 駱駝弓兵 開始做一個拉扯 好 右邊衝我過來 加肉馬 躺不住了 這一波 駱駝加肉馬 怎麼搞得好像 Z40才是波波人一樣 這個馬的價格有這麼便宜嗎 哈哈 哇 駱駝真的好多啊 凡是波波人有折扣上的優勢 現在優勢也已經化為烏有了 是不是連大肉馬都升級不上去 大肉馬已經開始往右噴了 駱駝兵 雷陀擊殺了八十幾隻的單位 但是依舊難以抵抗 這麼大量的馬 好 馬開始往裡面送 但是NBL還沒有放棄 D40還在猛攻 生物撿回來 再次打掉 原地起 修道院 看到被打掉 又再騎了一次 NBL 還沒有放棄 他覺得 寶在 人就在 所以還沒有要投降 兩邊的串民術 現在目前是D40還在領先 左邊雖然一直有在抵抗 但是串民術還是下降的很快 剩下八十二村了 駱駝兵 只剩下十六隻 其實沒什麼傷害了 D40不怕 那你A就完事 好繼續往前 現在情況對D40來說是相當舒服的 現在想打什麼就打什麼 甚至連聖物都有機會去偷拿一下 好D40這一波應該十拿九穩 沒了 這坨駱駝兵 還沒有控好 好上方的位置 現在有非常多的 羅馬 又繼續彈了出來 現在 領地變成左右兩邊 東西羅馬的感覺 現在 龍羅馬 都已經快不行了 哎呀 直接打出了GG MBL 我們恭喜D40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這一場駱駝 整場 已經出了快要400隻 啊 259加128 哇 快要400隻的駱駝 那駱駝大戰 最後是有Z40 拿下了優勢 好 這個血量多30滴血 殺死人是真的很可怕 非常的麻煩 怎麼打 都有點打不太贏 那駱駝弓兵真的是關鍵 那駱駝弓兵要穩定下來 真的是要轉重裝長槍兵檔 才有可能穩住這個黃金量 那之前是有看過勃勃人轉重槍 然後配上這個大量的洛攻 打贏這個Z40的大駱駝戰術 最後是用大量的駱駝弓兵 加上重裝長槍兵 直接正面A了回去 然後加上火炮 所以我覺得MBL這把最大的問題是 投資了太多黃金在馬舊身上 那個駱駝的身上 雖然有折扣相當好 但是駱駝弓兵的黃金沒有辦法穩下來 你的救命命脈就會化為烏有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小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